很多人说老人家不能跌倒,因为一跌就会很大件事。 听过不少状况,本来好好的身体好壮健的老人,跌倒之后很难复原。 从此,精神大不如前,说的似乎很有道理。 毕竟,连老骨头脆,新陳代謝都慢,复原路漫漫。 但近年,听到身边很多个案,介信自己家人的经历, 发现问题除了在骨头、内脏及身体状况,也在于关顾两个字。 朋友的妈妈早前跌倒入院,九十多岁,有些影子障碍,表达能力不太好。 这种状况下,入公立医院,情况变差几乎是肯定的事。 原本会行会走有精灵的妈妈,跌倒之后不能行动,护士怕她乱动再跌伤。 于是,老人家几个星期来都是被人绑在床上。 疫情期间不能够探病,老人家叫苦,没人知道。 朋友说,妈妈从来都没有吃饭的问题。 这一天就收到医院的通知,说妈妈不肯吃东西,再这样下去就要插胃喉。 朋友觉得奇怪,走到医院了解,才发现原来妈妈一直没有拆牙。 医院里没有人帮她朗口清洁,老人家觉得不舒服,没了胃口,自然不肯吃饭。 另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因为跌倒入院,一进医院就不断说要找女儿。 护士告诉她现在不能够探病,老人家不太理解, 因为怀疑女儿嫌弃她烦,扔下了她,于是屈屈寡欢,外伤变成内伤的心病。 也有位朋友的太太是老退化,本来活动至于,跌倒入院后, 护士为了方便照料,就帮她穿了尿片,绑在床上。 朋友觉得不对路,这样下去,太太会没有去厕所和走路的能力。 医好了骨头,但从此就要坐轮椅,入尿片,于是立即将她摘出院, 回到家,重新再教她去厕所都用了很长时间。 我爸爸两年前疫情开始的时候,也因为跌倒入医院。 人进了医院后,就人间蒸发了,不能够探病,电话也长期打不通。 后来才知道原来爸爸的手机被护士没收了。 没收原因是,阿伯的电话经常到处乱放,如果不见了,我们要负责。 所以我就帮她收起来,已经没人看了,连电话也不准打,老人家不敢反抗。 我们就是这样,和爸爸失联两个多月。 很多人都说,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,香港的医疗水平算是很好的。 这个我承认。但问题是,因为公营医院人手太短缺, 所以留院的病人只能够医病准时打针吃药,但就得不到最基本,最正常的关顾。 还记不记得早前被人送去机场博览馆的新冠轻症老人家,二十几日没粮冲的故事? 就好像我朋友妈妈几个星期没刷牙一样。 这些不是病,但就是一种基本的关顾。 今天我们的医疗系统里,有世界排名很高的医生, 有最新的医疗仪器,有最好的特效药, 但是呢,就欠缺了最暖心的人民关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